Hello朋友们,欢迎回来,韬光玩具箱 万代哈比事业部于本月21日、22日举行了线上的新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是公布了两款Figurize Sanders系列的特赦奥特曼商品 分别是特利加奥特曼复合型以及赛罗奥特曼 作为Figurize Sanders首款特推的奥特曼商品 被称为新时代的迪迦的特利加 无论是造型或者故事背景都是继承了迪迦奥特曼的设定 特利加同样具备变换三种形态的能力 此次商品画的便是招牌的复合型 这款拼装奥特曼值得注意的 使其胸部的不同颜色部位都是独立的分角 这样不仅可以达到极致精细的分色 同样也是可以给玩家带来很棒的组装体验 全身冠机设计也在保证了完整度的同时 兼具了还OK的可动性 这一款拼装做到了近部胸部腰部是有多端的可动 完全能够再现一些简单的战斗姿态 配件部分有同样可以拼装的武器 圆环支币复合件模式 以及必杀技栽配两光线特效件零件 多种造型的手型 以及蓝红两色的彩色计时器替换件 这次发布会上放出的另一款奥特曼前品是赛罗 这款拼装的胸腹部 同样也用到了特利加的极致分件拼装技术 从官方分解桌上来看 每一个不同颜色的部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分角 胸口的计时器也能替换为红蓝两种不同造型 手腕部位的武器揪剧手镯也是可以拖的设计 武器部分也很还原 头部一对飞镖可以拆下 并且是能把两把飞镖持续双手 同样这两把飞镖还能拼装成赛罗双重剑 以及可以把这两把飞镖装于胸口 来摆出强力光线技能赛罗双重设计的造型 这两款玩具的参考售价均为3300日元 折合163元人民币 190元港币 以及721元台币 特利加奥特曼符合型的预计发售日期是今年的11月 赛罗奥特曼则是今年的12月 好的 如果你喜欢海贼火星鬼没圣斗士奥特曼 以及小比利车磨玩具的测评以及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